选了这个餐厅以后呢 我就上去大众点评查了一下 我觉得哇好高档 对我觉得这里高档项目上 但是就是比较 比较有点特点吧 说有点特点 就不像很多餐厅 可能就是你去的感觉 跟别的餐厅一种布置 装修没有太大的区别 不过如果你下次再来的话 我们再可以去选一个 也网红的地方 网红的地方 加点素材 对再加点素材 每次来有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对 所以今天正好有时间 但下午的话 我就要去中国移动 我们在那边谈了一些合作 我觉得你谈合作很合适 外形首先是必须要好 基本上就能谈成 我们俩都合适出去上午谈判 对严伟 我也发现就是 那个拍视频的时候 有时候就发现往下掉 就是向下的这种 因为你在香港做 他做的比较保守 就没有给你去太多 但是双眼皮这东西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你不要保持 觉得我做一次 我可以保持终身 因为人本身 即使你切了 当时刚刚好 可能过了一两年 人还是在这个 对吧 低心的引力 它还是好像 所以再做个两三次 都属于很正常 但是不要一下 一下做太多 自割太多 对 持续做没有问题的 持续做可以 没有问题 这也没有问题 因为我有朋友 他们确实把自己打得很精致 比如鼻子做个九次 双眼皮做个四五次 好正常 好正常 那最保守的就是做埋线 但是我这个做埋线也不合适 你做不了埋线 还是还是得去去点脂肪吧 我觉得好像有点肿 我们今天没有戴眼镜 去皮去脂 它都会多少给你去掉点脂肪的 组织的 去皮就是小手 这属于很小很小的 但是不是也得找的挺专业的 现在深圳的医院都做的很专业 深圳的医院 我也觉得内地的医生可能做的好一点 因为他做的多嘛 外国的医生就就根本就几乎是做的比较少 因为深圳它是一线城市嘛 就是全国各地的就是四东八达的 先来说这个市场竞争也很激烈 如果你的技术不好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砸了医院的一些招牌 有的医院现在医院它是要做这个市场化的东西 你的医生必须是找一些台柱子 就是把别的医院可能是很好的医生高兴挖过来 他们工资都非常高的 那怎么来评判这个医生 他做了多少手术 他做的好不好 这个要 如果想要去做整容 怎么看这个 医生的知名度 他在一些在行业的知名度 你可以搜到他的一些背景 他的一些过往也资历 然后现在的医院呢 就是相反来说 做渠道医院会比做传统医院 对医生的要求更高一些 因为这东西是相互的 因为渠道医院的话 它是做就是很市场化 那医生的话 首先口碑好的话 你才能够把你的这个 医院的这个口碑做起来 那传统医院的话 它是就是你客户来 都是自来的嘛 那渠道医院的话 他们是做很多渠道 所以对医生的要求 也是比较高 而且就是渠道医院 它能把市场做起来 给医院给医生的薪酬也是非常高 可能一个月好几十万吧 那种薪酬很高的那种 那很厉害 所以医生这一块的话 我们我是还比较熟悉 我对深圳医院的这些 这些医生比较熟悉 其实你的眼睛是很小的 就是双眼皮 因为你本身其实眼睛调定是还是很不错的 我需要开眼角吗 我看有人开眼角 你不太需要开眼角 但是有的时候医生会 就是为了让他做的好看 多少开一点点 但是不会影响你整个的这种 就觉得你一下开很多 就是以自然为主 可能它的重点是放在你的双眼皮这一块 你的双眼皮 一个双眼皮的一个重碱子 然后加盐味的一点提升 对我也觉得是盐味向下掉了 都会正常 其实我做也会提升 都会 因为你本身身体的肌肉组织在往下 所以你可以研会这一块 就这个婆公子什么的 我之前在小红书上看到过 我就觉得一个男的 把自己打扮得这么精致 然后他还经常买爱马仕 然后我就点完了这个之后 小红书不就推荐吗 然后我就发现说 其实挺多那种 小红书上发东西的 通过gain的这种东西 超级 就是跨性别的东西 其实咱们也要 我觉得现在这种脸呢 就是你正常看得起来 我们身边两三个的孩子都这样子 我看一下十七八岁 十八岁 他最早 他帮我打过童严针 我有个男人议事的 我最早打童严针 我找他打 他会打 他会打 他是从医院出来的 哦 他也在福建医院上班 整天就给人打童严针 打那个就是王菲同款 香港的 我可以去台湾打那个 台版的虽然盐 虽然盐是法文产的 台湾版的比较好用 他最早就在那个福建的那整个医院 就每天给人家就打童严针 我最早 一六年 一七年就找他 都打童严针 以前我非常绝比较凹 打完了就打完了永久吗 就还得去去用 就要保针 要保 要后面要固针 他长的就是自身的酵油蛋白 就跟过料酸针中不一样 他长得就是腥纹蛋白 他会打完以后 就不太好 这是属于医美的一样的东西 那男孩子就是 整得好好啊 他没有大整 但是就看起来很精致 他自己也打童严针 他以前我有他 每一枕之前的照片 就那种很甘瘦的小孩 你知道吗 很甘瘦很柴 然后也很凹的那种 他自己打童严针 就打了吧 应该也打了 因为有的人体是不一样 就属于国属 带是比较快的那种 有的人打童严针 给保住四号母就算了 哦 他有个男朋友 可以打 我跟他很熟 他在合肥 我给你打童严针 我自己可能合肥就这么大 对 清燕可以开个医院啊 以前你们家也有开医院的经验 我在我们以前那些同行 有好几个都在 在狗转型 生活也很精致 很向上 很善良 也没傻呀 对 我也发现好多 小男孩 其实还挺善良 挺好的 我还有 我之前在深圳不是 有入国的整个医院吗 里面的一个咨询医师 他也是这种类型的 他也是由韩国学的 江西人 他一般是韩国 我一般的江西 江西人 他也是整的 好人的朋友 是人 他自己 他是什么 他是咨询医师 他会整吗 他不会给人冻刀子 但他是不咨询 就比如说过来 你作为一个客人来医院的话 他会给你面诊一下 咨询 他要跟你说哪个哪个要做 然后给你开个单子 这就是你家来的 然后就有消费的单子 但是你会咨询 那他自己会韩语吗 有韩国系统 不一定吧 有可能是朝鲜 有朝鲜学的 如果他会韩语的 韩国可以带人去韩国做整形 所以现在韩国肯定没有回来做好 是吗 有很多去找韩国 都是做失败的 因为韩国的这些 田园医院都是非常非常小的机构 哦 对 而且你去韩国医学语言 然后你对那个机构并不了解 我觉得都是有机构 保险这块的话 因为我在12年吧 那应该是八九年前 在平安银行做理财经理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客人对保险的意识 还不是很强 但是目前来说 从我们大陆来说 周边的朋友 可能是企业的高管 或者是企业家 他们对保险的意识都非常强 会有一些大额的保险的配置 因为一来说呢 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保障 从身体健康 给自己一个保障 另外来说呢 还是一个资产的一个保障 对 就将来的医疗 也会看到这个医疗费用 可能越来越高 然后这个技术提高的话 就是能治愈的疾病 是比较难题的疾病 也能够治愈了 那到时候就是看资金 能不能跟得上 对 因为我想就是 比如说一个重大疾病的话 可能差不多是疗病 应该在三五十万吧 对不对 有的时候你配备一些 高端的医疗险 可能会 就可以满足你这样的一个需求 但发生重大的疾病的时候 那可能就多了一套保障 对 好了 然后我们俩要开始吃饭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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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